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园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4月10号发财日 这五个生肖红运当头 一定要去买彩票 横财大发 必中奖超级准 一起来听 他们是今年运势上千的优选者 不仅会享受到生活的幸福 和工作的顺利 更有望中千万大奖 一夜暴富 是的 这可能就是你期待已久的机会 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 这六个生肖的人 将再步入人生巅峰 宏大的梦想可能成真 冒险的胆量可能收获 这样一来 他们的生活将会有着 翻天覆地的优美变化 这次的机会可能是千载难逢的 实质则不再来意 生肖牛消牛人 命中注定有这样一笔横财 他们是肯定能得到的 只要萧牛人得到了这笔横财 他们的日子就改变了 属牛的朋友将把擅长把握机会 适时发挥聪明才智的专长 发挥到极致 有望赢得财神庇护 事业水涨船高 就连买彩券重大奖的几率 将暴增不少生肖牛的人 将在4月10号 得到财神的特别关照 他们具备聪明机智的特性 在面对各种困境时 总能迅速找到解决办法 财神爷对他们青睐有加 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在投资方面 生肖牛的人可以根据市场动态 做出明智的决策 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 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将得到提升 身边的朋友 会给他们带来许多赚钱的机会 只要生肖牛的人抓住机遇 就能在短时间内 实现财富的翻倍 过上富贵逍遥的生活 二 生肖猪人有一笔大财运 他们会在六天内得到好运 他们的大笔横财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降临的横财 天降属猪的朋友 在4月10号前的 天财运特别旺 中奖几率大幅提升 在职场上也如鱼得水 受贵人扶持 很容易获得上司的赏识 说是运势的高峰期也不为过 生肖猪的人在4月10号 得到财神的青睐 他们性格豁达 为人诚实守信 人际关系相当融洽 财神爷对他们信任有加 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财富 在事业上 生肖猪的人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贵人的帮助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他们还可以 在投资方面取得丰收 从而实现财富的翻倍 只要生肖猪的人抓住这次机遇 就能在短时间内 过上富贵逍遥的生活 三、生肖猪的人 4月10号 得到财神的特别关照 他们具备聪明机智的特性 在面对各种困境时 总能迅速找到解决办法 财神爷对他们青睐有加 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在投资方面 生肖猪的人 可以根据市场动态 做出明智的决策 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 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将得到提升 身边的朋友会给他们 带来许多赚钱的机会 只要生肖猪的人抓住机遇 就能在短时间内 实现财富的翻倍 过上富贵逍遥的生活 鼠鼠的朋友将有机会找到新起点 做什么都好运连连 4月10号后 财富更是稳稳成长 还有不少喜事接连出现 让生活质量提升 身心都变得愉悦了起来 3. 生肖猪猪猪的人 也将迎来财运的大幅上涨 他们勤奋努力 善于理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 未来一个月 财神爷将赐予他们更强大的财运 让他们在投资工作等方面 取得更好的成绩 生肖猪的人要把握住这次机遇 大胆拓展自己的事业和投资领域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谦虚的态度 不断学习 就能在短时间内财富翻倍 过上富足的生活 4. 生肖兔属兔的人 通常非常注重情感和人际关系 善于沟通和协调 同时也非常具有创造力 和艺术天赋 你们将会得到 财神爷的特别关照 将会迎来一波财运的巅峰时刻 无论正财还是偏财 都将有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但要注意 求财的过程中仍要注意 和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维护 遇到困难要多沟通 另外还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入 这笔钱也许不是很多 但可以增强你的财运 对未来的财运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5. 生肖虎 属虎的人在4月 10号节之前 你们的财运将会迎来 一个新的高峰期 属虎的朋友 在4月10号前的 天财运特别旺 中奖几率大幅提升 这段时间里 你们将会有机会赚取更多的金钱 同时也会有很好的机会 将之前所赚取的钱财翻倍 这是因为你们将会 遇到一些好的机会 比如说新的投资项目 或者是有好的 收入前景的工作机会等等 不过要注意的是 投资是有风险的 不要轻易冒险 再做好风险评估 和财务规划之后 再去投资 此外还要注意理财问题 合理分配钱财 只要能够保持稳健的投资态度 和谨慎的理财习惯 相信你们必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扫墓之前 属牛的朋友 将把擅长把握机会的专长 发挥到极致 有望赢得财神庇护 事业水涨船高 就连买彩券重大奖的几率 将暴增不少 六生肖马人在4月10号 结有一笔大财运 他们会在五天内得到好运 他们的大笔横财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降临的 横财天将数码的朋友 在4月10号前的天财运特别旺 中奖几率大幅提升 在职场上也如鱼得水 受贵人扶持 很容易获得上司的赏识 说是运势的高峰期也不为过 生肖马的人在4月10号节 得到财神的青睐 他们性格豁达 为人诚实守信 人际关系相当融洽 财神爷对他们信任有加 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财富 在事业上 生肖马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贵人的帮助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他们还可以 在投资方面取得丰收 从而实现财富的翻倍 只要生肖马的人抓住这次机遇 就能在短时间内 过上富贵逍遥的生活 总体而言 在2024年4月10号节 这几个生肖的整体运势非常不错 但也需要用心维护财富才能长久 毕竟人们也说赚钱容易守财难 其中学问还需多多领悟 鼠蛇、马、鼠羊、鼠猴人注意了 身上带遗物 好运一触即发 财运望到爆 怎么挡都挡不住 对于这四个生肖来说 2024年各方面运势 会呈现得比较一般 不过在这个阶段 如果随身佩戴一些吉祥物 将会让自身的运势 发展非常理想 那么鼠蛇、马、鼠羊、鼠猴人 在2024年 佩戴什么吉祥物最好呢 下面我们 一起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一、生肖蛇、鼠蛇人 在2024年佩戴贵人生肖 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生肖马的吉祥物 就是很好的选择 进入龙年以后 鼠蛇人 虽然个人发展情况比较理想 但是有时候 性格太过于高调张扬 很容易因为言行不当而得罪人 甚至还会给自己招来 一系列的是非 黄金类首饰 鼠蛇人在2024年 非常适合佩戴黄金类的首饰 黄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装饰品 具有收藏和装饰的价值 佩戴黄金首饰 可以强化鼠人的聚财能力 帮助他们把握好 手中的积蓄和产业 避免出现财运流失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的朋友 佩戴黄金可以降低消费率 避免出现铺张浪费的情况 而且黄金也可以强化鼠蛇的气场 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不管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其他方面 都会表现出乐观大方 积极向上的一面 所以鼠蛇人如果不知道 佩戴什么吉祥物比较好的话 黄金首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黑药石鼠蛇人 在2024年 佩戴黑药石也是非常不错的 黑药石是一种 常见的风水吉祥物 本身拥有强大的气场和能量 也包含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 鼠蛇人在2024年 佩戴黑药石做成的首饰 比如平安寇、龙牌、生肖牌、皮修、本命佛等等 可以提升自己的健康指数 特别是平时身体较弱 容易生病以及发生意外的朋友 借助于黑药石的力量 可以增强内在能量 改善消极情绪 消除健康危机 另外 佩戴黑药石也能帮助 提升鼠蛇人的学习能力 如果在龙年要参加重要考试的话 可以随身携带三贵人 生肖吉祥物 而佩戴贵人 生肖吉祥物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改善属蛇人的人际关系 更能吸引贵人到身边来 广结善缘 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无形当中 自身性格当上的一些缺陷 也会有所改善 行为作风更加稳重 随和大方 这些都更有利于 事业生活的稳定开展 二 生肖马属马人 2024年运势整体不错 与太岁活土相生八座吉星 对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财运方面也相当不错 政财稳定 投资有机会获利 唯有健康方面需要格外警惕 为了更好地应对今年的运势 招财吉祥物 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才能够收获稳定的发展 蜀马人 2024年吉祥物 蜀马人佩戴什么 望自己蜀马人 2024年佩戴木制饰品 在五行之中 蜀马人属火 而木是可以生火的 因此对于木制品来说 可以很好地催望蜀马人的运势 还会给他们 带来非常不错的好运气 2024年 在选择 各种饰品材质的时候 木制品自然应当是首选的 而在各种各样的木制品中 陶木又是上上之选 这种饰品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 还更为便携轻巧 能够更好地转运去鞋 可以有效抵挡小人 所带来的各种获释 会让蜀马人在工作中顺顺利利 一马平川 前行的道路上不会有任何障碍 还会得到很多大佬的鼓励与支持 以平安服 属马人在2024年间 可以佩戴平安服或是护身服 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 需要亲自去寺庙求取 才能够展现出自己内心的虔诚 被好运所光顾 在上班开车期间 也可以把平安服护身服放在车内 能够保佑出入平安 不会遇到意外的事故 二、葫芦耳坠属马人 在2024年间 可以佩戴葫芦耳坠 能够增加女性朋友的外在魅力 还能够化解身边的磁场与环境 葫芦会把属马人低迷的气场 全部吸入到腹内进行消化 也能招揽来旺盛的财运 让属马人的运势 变得特别的理想 获得很多意外的惊喜 职场上会通过个人努力 得到提升与奖金 让属马人对后期的生活 充满了自信、信心与希望 不会变得慵懒颓废 三、生肖羊到了 2024年 洋人或太阳这颗超级极星加持的 身形光彩 精神状态极佳 再加上潘安主公民事业及一厢求谋 可见洋人 2024年反败为胜 身心都获得极大的吊血 2024年 属羊人佩戴什么 可以转运一红色饰品 属羊人在 2024年 可以佩戴红色手绳 这样能够全面有效 提升个人的综合运势 在职场之中 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手头不会变得特别紧张 感情生活会很稳定 身体健康状况 也会特别不错 属羊人除了可以佩戴红色手绳之外 也可以选择转运珠 这样能够有效逆转个人的运势 会让属羊人在饭煞的年份中 过得快乐一些 不过一天到晚总是处于 郁闷烦心的状态之中 二 必喜吊坠属羊人 在2024年可以佩戴必喜吊坠 这样能够让身体 吸取源源不断的友谊元素 还可以有效平衡周身的环境与磁场 属羊人的心态会变得非常稳定 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 不至于惊慌失措 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属羊人也不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三 环瑙手串属羊人 在2024年可以佩戴环瑙手串 这样可以让属羊人的感情生活 变得很幸福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伴侣的帮助与支持 心情抑郁低落的时候 伴侣也能够默默陪伴在 他们的身边 环瑙手串还可以让属羊人 拥有甜蜜的婚姻生活 家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紧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全家人都可以携手共同面对 哪怕属羊人 本年度出现了重大疾病 或者是投资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家人都能够永远站在他们的身后 四 生肖猴在2024年 属猴的人在财运方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 有力的机会和挑战 猴的机制和灵活性使他们 在财务管理方面 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然而仍需谨慎应对各种状况 以确保稳健的财务状态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白水晶 众所周知 白水晶具有强大的能量 可以帮助属猴人增强财运 还能够提高他们 头脑理性思考的能力 此外还具有 宁神静气的正面影响 所以今年属猴人 非常适合佩戴白水晶 可以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更多的惊喜 会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 属猴人2024年可以佩戴黑绳手链 今年属猴人可以考虑佩戴黑色手链 这样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低调内敛 还可以减少其吸引外界注意的能力 这样能够让被小人陷害 或者是被不良事件影响的风险 变得越来越弱 此外黑绳手链还能够增强属猴人的大脑和内心 这样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自然会显得更加沉着冷静 属猴人2024年可以佩戴本命佛 属猴人今年可以考虑佩戴本命佛 这样能够获得恩惠 并且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尤其是在人生关键时刻 总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本命佛还能够增强属猴人的自信心 帮助其拨开迷雾 并提供强大的信念与力量 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人生道路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属猴人2024年可以佩戴黄金饰品 金子代表着财富与好运 对于属猴人来说 这点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今年可以考虑佩戴金项链 金手链或者是金戒指等金饰品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明镜